国外借色经验第六期 指借色心得 41岁大书级借友的借色感悟 先生们 女士们 我有义务给大家做一个关于我借色30天的报告 并且我会解释我做这个报告的原因 而且 我知道借色使我感觉很好 谈到有关个人的超能力问题 虽然我 暂时 还没能拥有自己的公司 或者 有名道 让时装模特 一见到我就 尖叫着扔掉自己的购物袋 但我也在我的生活中取得一系列小小的成功和胜利 这些成功和胜利让我的生命 相较于31天前来说 有着奇迹般的改变 虽然在大多数时候 我并没感觉到生活有什么变化 但我有一种感觉 我感觉自己已经种下了一颗种子并且开始发芽 我感觉生命的趋势已经在改变 我感觉巨大的改变正在逐渐发生 几乎每天 我都能在每个小的 但是却影响巨大的 细节中发现这些变化 当我认为所有这些高度自尊的基础不是傲慢 甚至更多的时候也不是自信 而是在我的内心深处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我能掌握自己的生命 如果你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你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虽然这种感觉的结果是很小的 但因为这个借色的决定 我迅速得到了一个更好的生活 下面是我为了寻找自己而采取的措施 一 早起 二 每天锻炼身体 三 与女性说话时 望着她们的眼睛 自信地与她们交流 四 与陌生人攀谈 五 关掉电视 游戏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六 关闭那些浪费时间的互联网网站 YouTube 新闻网站 等等 七 选择打电话给朋友 或者接听电话 八 考虑参加自己爱好的事情 九 选择向我的心理医生 坦白我的性命问题 十 开始一步步去做 我曾经想做却从未真正去做的六个项目 十 一 站立的时候 我会站得更值一点 并且挺起胸膛 十二 选择走向健康 积极的事务 远离不健康的 消极的事务 一辙注 作者说得很好 希望所有人都能做到以上的改变 迈向幸福人生 之前呢 我整个上午要么是在床上度过的 要么就是上网看别人吹吹牛 瞎扯些废话什么的 这些都经常让我破戒 而现在我的大脑告诉我 你明明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好的啊 然后我就先开被子起床 打开家门出去走走 去做一些有意义有正能量的事情 接着 很快 我的大脑就见证了一些变化 我觉得这真是前所未有的 太棒了 并且我的自尊心也提升了一些 最终我进入了一种积极的循环 而不是那种破戒导致的消极循环 渐渐让我堕入无边的深渊 好吧 我承认 它 消极循环 折磨我很长的时间了 有一点要明确 这种积极循环并不是每天 时时刻刻都会存在的 比如昨晚 我竟然浪费了很多时间 去玩植物大战僵尸 跟个脑残一样 但是同样的 昨天我也做挺多 有意义的事 后者 只玩植物大战僵尸 让我觉悟了些什么 今天早上我意识到 我得去写点东西来帮助介友们 当然也是帮助我自己 我现在有了些外部的变化 我虽然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 但的确是真的 比如 有人会在一些活动或聚会上 向我介绍他们自己 有女士被我吸引而来找我搭讪 而且他们竟然自己就脸红尴尬了 真是奇了怪了 关于那个方面嘛 你们懂得 我基本上没欲望了 自从介色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或多或少的没有欲望了 只有很少次的勃起 不是字面上的很少 妈蛋 我的意思是 还是有的 实际上呢 今天早上我就有尘薄了 而且从来没有这么硬过 在精神这个方面呢 我已经真的可以吸引一些女神级别的了 而且还能与其意味深长的对视 当然不是毛骨悚然的那种 但是我的身体上就没有一点反应 也没有兴趣和他们约会 即使我有这个机会 关于那个方面嘛 你们懂得 我基本上没欲望了 自从介色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或多或少的没有欲望了 只有很少次的勃起 不是字面上的很少 妈蛋 我的意思是 还是有的 实际上呢 今天早上我就有尘薄了 而且从来没有这么硬过 在精神这个方面呢 我已经真的可以吸引一些女神级别的了 而且还能与其意味深长的对视 当然不是毛骨悚然的那种 但是我的身体上就没有一点反应 也没有兴趣和他们约会 即使我有这个机会 但是我不在乎那些 好吧 其实我在乎 但是我很耐心 我真的非常感谢这种宁静与祥和 因为你们许多人在每天正在与黄毒搏斗 虽然我现在的意志力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了 我不知道我是否会破戒 所以 目前为止 还不错 我很享受这种积极的自我 在慢慢地觉醒着 直至最终变成一个全新的自己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希望 我感受到了生活模式 因巨大的转变而带来的震撼 我希望这是真的 现在 让我具体地说 说这些 你要想恢复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帮助别人恢复 并且我发现没有比这 借色网站 更好的地方了 你的观点和经历 对别人来说都是很宝贵的 不管你的经历有多怪多奇葩都可以 实际上 你的经历越古怪 你越有可能帮到那些像你一样 因为认为自己经历很古怪而感到孤独的人 你的支持对这里的人来说很重要 即使任何一天你觉得很微不足道或很奇怪 也同样很重要 如果你从这个贴子中学不到什么 那不如看看这个 一辙吧 NoFap论坛换成了借色网 经常在借色网发言 评论 鼓励网友 特别是那些新贴子 没有人回复的那种 也要经常发你自己的借色经历的贴子 要包括你的失败与成功 特别是在你进入了更长借色时期的经历 因为很多人都在一个星期左右破戒 他们需要来自长期借色的前辈的感悟 支持和激励 所以去吧 去支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吧 现在就去 看完这个贴子就去 你懂得我意思的 最后 保持冷静 借友们 加油 负评 在霸里 我们会看到有些初级借友喜欢发毒时 内心无比痛苦 那么既然借色让你这么痛苦 借色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借色本应该是让人欢喜的一件事啊 我们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并努力改之 遇到善良的霸友互相鼓励 还遇到能够让我们修复改命的传统文化 多么值得我们庆幸 借色不仅仅是借撸 更是需要我们以更加积极健康的心态来生活 借色吧 教会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教会我们把时间用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更教会我们的是帮助他人 行善去恶 加油吧 兄弟们 后继 借色吧 近期建立了借色吧翻译团队 专门对国外的一些借色团队和最新证明色情和路管有害的科研成果进行翻译 以此来证明国外曾经沉迷于色欲的人们也已经觉醒 也用西方科学类观点来帮助大家更加清楚地认识色情的危害 证明咱们中国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得出万恶银为首的真理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一个 让数亿中华儿女不要被黄毒残害 我们的梦想是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够知道色情和不良性情为对人类自身的摧残 从而解除这种坏习惯 进而回归正常而美好的生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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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